媒体 离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不能闭门造车 数次经济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高度 数次留白则体现了社会的温度 年轻的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不能闭门造车 坐在办公室里想老年人需要什么 有业内人士也认为 改善老年用户使用app时的视觉感受固然重要 但只让老年人看得清的是老化并不算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今年9月发布的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 视老化研究报告显示 老年人对网络科技的恐惧心理中 担心受骗位居守卫 担心手机支付不安全的占56.49% 还有43.04%的老年人 担心操作不当会损坏手机